好,那待會下課的時候就請各位先灌這個 iColors Verilog 那你從這個 iColors Verilog for Windows 這邊點一下 那選這一個 Setup 這個怎麼找呢? 你就在 Google 裡面找 iColors Verilog 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這個就會發現它是 Windows 的部分 你把它拿來點一下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OK就會像我這個樣子 下載完之後像我這裡有一個 Setup 那你把它點一下,它會問你要不要執行 那執行我就按下一步,按 Accept 再下一步 那它會灌到 C 槽的 iColors Verilog 裡面 我們就讓它灌到 C 槽,盡量不要改變它 我沒有改變過啦,不知道改變會不會出問題 有時候有一些軟體改變會出問題 那再繼續安裝,那這邊還有一個順道安裝 GTK Wave 這個要安裝 好,那就按下一步 那 Create Desktop Icon 這個就給它建立 那按 Install 只是各位的電腦可能有還原軟體 所以你變成每次都要裝,所以你最好把它存起來 好,那這樣子呢,裝了之後其實應該就裝完了 那我現在先確定一件事,看看它是不是有裝好 有喔,我現在打 Ivory Log 的時候它已經裝好了 所以才找得到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用這個 Ivory Log 它還有一個叫 PPV 的,不是 PPV,VVP 對,VVP OK,好 好,那這兩個東西呢,就是它主要的程式 待會我們會用這個東西來跑 好,我先跑一次最簡單的給各位看 我這邊呢,有這個 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 SOR 範例 我們只是用來測試而已 那我這邊把這個範例勾下來 我把它放到 D 槽的這裡好了 那這邊 VVLog 好,通常 VVLog 的副檔名我們會叫 .v 好,我把它儲存 好,儲存一下 好,儲存一下 OK,接下來我就切到 D 槽的 VVLog 好,那我現在已經有一個 SOR 點 V 了 那就 I 它的用法幾乎跟 GCC 一樣 好,我就這樣子 IvLog SOR 點 V O SOR 這樣子就編完了 那你 DIR 一下 你會發現它多了一個叫 SOR 的東西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執行 那我執行呢,就是用那個 VVP 好,去執行,不是執行 .v,是執行 它編譯出來的那個組合語言檔 好,那執行出來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 SOR 的 我們看一下 這 SOR 把 A 和 B A 和 B 輸入輸出 C 所以 A 如果是 0, B 是 0, SOR 之後會是 0 10的話是 1, 01的話是 1, 11的話變 0, 00又是 0 所以這個程式就是這樣而已 好,那請你就去確認一下,順便執行一下 那我這邊下面有我的執行結果都放在這裡 那我那時候叫 SOR Test 那現在叫 SOR 都可以了 那你看到執行結果是這個樣子 先確認你的 iCARS 灌了很正常 那我剛下載發現真的有點慢 所以 待會我把它上傳到那個 網路上給各位下載可能會快一點 那各位先試著先自己下載看看 如果下載不了再下載我的版本 因為我剛剛下載了將近十分鐘